它小過Delta 就是我們可以辦得到 就是我們假設這件事情 就是 它掛上解決組之後會小過Delta 那這樣的話呢 我希望最後你能夠做到 它還有小過Epson 你剛剛有做結論就是 只要Delta小過Epson 就可以了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可以補第二區 就是我在選取Delta的過程當中呢 我覺得假設呢 Delta就是Satiswise 這件事情 對 那 這邊的話呢 就是 OK 你就可以 直接小過Epson OK 然後這裡當然要改Forever Forever 那五分就會拿到 這樣 OK 好 會破數 OK OK 那其實呢 剛剛我有 在講啦 就是 我們極限 我原本學的定義是這樣子 就學 這應該也算有定義 對 那其實在 就是 這些是後來的事情 就是 在 就是 數學發展歷史當中呢 我們其實是 直接去算的啦 就是 其實我們知道就是說 有這個圖型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SB進2的時候 它的左邊 它的右邊 會B進1 就是它的極限式定義 然後 就是我們在 數學發展歷史當中的時候 我們是 先發展這個東西 先算 然後後來就想說 那因為它數學要演講話 就才去 想一個 等價的定義 就是 這個可以推到這個 這個可以推到這個 然後它等價的定義就長這樣子 所以 學了回去 我覺得大家都很厲害 我們都直接用 一個不自然的方式 去學比較困難的東西 它就反過來學 所以 但是呢 我來講的意思是說呢 它竟然是相通的 所以 你如果 在這邊能夠感覺什麼是極限呢 那你在這邊應該也會感覺到 用這套語言 它的極限的 那個 那個感覺應該是跟 這套語言 應該是一樣的 對 因為你可以看到 說呢 你這邊就是 我這Epson是認取的嘛 所以就是 我剛剛是舉1分之1這樣 然後你可以舉1分之1 8分之1 16分之1 那我們就會找到 每一個 就是 每一個我選取的Epson 我都會有一個相對應的Delta這樣子 那你發現呢 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 我選定這個Epson 是打這樣 然後我選定的Delta呢 是 更大的 就比 這個藍色的還大 是紅色的 那這樣子X對上來之後呢 我從裡面挑一個X 這樣子對上來之後呢 是這個嘛 我假設我不知道它叫什麼 它叫C好了 那C去減 就這個函數值呢 就這個函數值呢 只要叫C好了 C去減這個E呢 減這邊這個 這個E C去減這個E呢 OK 它的距離就會大過 Apson 對 就不是我要的 所以如果 我選定我的 Apson是這樣呢 選定我的那個 我要的這個誤差是這樣呢 那我的Delta 會相對被影響 所以 一個conclusion 就是說呢 嗯 我 我的 我的 我的Delta的選取呢 是會受到 Epson的影響 對 所以 我如果固定我的 Epson是2分之1 4分之1 然後16分之1 那我選定的Delta 我就會被它影響 對 就是你可能不能選太大 就像這邊的話 可能就選太大 Soon 可是那是不可能 隨便 隨便 series 哪一 hoop 單one 選��� 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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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是學這套語言當中呢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philosophy 這樣子 就是呢 當我選定我的delta 大語言 或是說我fix through一個呢 就是我隨便選一個 要分析是分析也好 那我的delta 就會 就 depend 上這個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delta會這樣子寫 意思就是我選定的這個number 會因為fix through的不同會變動 這樣子 雖然它是一個選定的數 可能二分之一 我自己選的這裡就是四分之一 可是 也有可能人家是選十六分之一 或是三十二分之一 就是都可以 它就是可以變動這樣子 但是它是 depend 上這個fix through ok 那 好 那這是數學系在學的維基分 這樣子 他們學的是 這樣的語言這樣子 對對對 那你們可以看看 不喜歡就算了 好這套等一下幫我剪掉哈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當然這個語言 它的邏輯很重要 但是 就是 我覺得 各取所需啊 有些科技就是 要會算就好 對 所以 好 那 會這個例子之後呢 我們就來刷一個 Linear的例子 就是 呃 ok 我是這樣 這樣的函數 好 好 那我刷一個例子 就是 就是 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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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叫我們 叫我們證明說呢 這一個東西呢 這就是我們fix 這個東西呢 它整個曲極線之後呢 要等於7在這裡 那其實你很讚 你看 那 如果 x 代3的話 4乘35-57 比較準 那其實 數學應該就是要這麼自觀 對 那 先感覺之後呢 然後再去 做它的 crisis 定義的話 那就 ok 那這樣的數學就更自然 對 那這應該要怎麼解 就是 我們剛剛 做 就是剛剛的例子 是g of x 那我們在做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就是會去看這一項 這樣子 對 那這裡呢 會有我們要點information 所以我們就 ok 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先 補個手 那就是 我們可以先 先觀察一下呢 就是 就是 當 x 呢 ok 當 x x不等於3的時候 那我們去看這個 4x-5 然後 -7呢 然後 -3 這樣子 那其實可以看到就是 4x-12 然後 4x-12 4x-12 然後 4x-12 把4提出來 這樣子 對 那 那 所以呢 這邊你也看到就是 這個東西呢 就是等一下我們要寫下來的 這個東西 對 那 3呢就是這個3 如果是把 A呢 換成3 A呢 換成3 那 所以 這邊你就會看到 我希望它能夠小過 我希望它能夠 然後 這個東西呢 我希望它很少 OK 他們 的話呢 你可以怎麼做 那所以就是 這邊的話呢 只要我們 只要我們 就 只要令你還寫下來 是不是 沒有它嗎 沒有太乖 就 就 就可以了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是不是真的就是這樣呢 OK 就 一等 有所大於你 然後存在一個 有 有它大於你 然後 那這邊呢 那這邊就是我要限制的條件這樣子 但是呢 我現在可能還看不出來 要限制什麼 所以我可能就給它一個框框 OK 然後你考試的時候就不要 如果有寫框框的話 就要記得給它把它寫上去 就是 你的Delta是限制在哪裡 這樣子 好 Such that Delta呢 X減掉 3的時候 是小過Delta 那這樣子呢 我們會有這個 這邊 4X -5 -7 OK 就等於這一段 就是這一段 4倍的 X-3 OK 那這邊的話呢 它要小過4倍的Delta 就這裡 這一段 告訴你 OK 就是X-3就小過Delta 所以 兩倍多乘上4 不會兩邊 這樣 那所以 這東西呢 我們希望它能夠小過 要爽 這樣子 我希望它能夠小過 要爽 OK 那所以你的Delta呢 或是 等於也可以的話 或是 我希望它能夠得意 還有爽 就是它的等於可以 這樣 這樣 的話呢 我就把它 變成Delta的話 就可以取 4分之1 所以你這邊的話 Delta就取 4分之1 那這邊的話 你就可以寫下來 結果它就會走 4 乘上Volta 我只取4分之1 這兩手 好 那所以就 有啦 那所以跟我剛剛寫的一樣 你就不要它 就取4分之1 這樣 欸 所以現在已經被夾到哪裡啊 對 連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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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 尾芬 極限 極限喔 你們還可以極限 喔 那我好像也太快了 對 上了 蛤 因為快算快很多 我們還沒上上去 OK 所以它好像已經上到了 這樣子 我們速選 對啊 因為上次那個 他跟我講說可不可以叫我講啊 對啊 他們已經 對 他們上比較快了 好 OK 他們有多堂嗎 他們1個半喔 他們4節課啊 對啊 他們3學分4堂課 對啊對啊 欸 4學分嘛 3學分 他們好像4學分 對對對 因為 很多堂 對對對 然後他們要4學分的意思就是代表要休4個小時 一個禮拜 對 所以 學校他們要學學學習 沒有啦 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也是會寫這樣子 對 好 OK 那我們就繼續下一個例子了 嗯 啊所以 其實這一個例子會算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算這一種例子了 就是 我們就算這一種例子 就是比較抽象 但是也還好 OK 就是 說 看 就是 我說 它長這樣子 就是 S靠近A 然後 A 不要A 好 S靠住 S靠近A也可以啦 不過 先不要 OK 好 你們會算了嗎 這極限就是A加B嘛 對不對 就直接把S帶進去 A加B 然後 這邊的A跟B是什麼呢 就是 呃 我再次用這個符號叫forevery A跟B 是屬於 時數這樣子 這樣子 OK 那極限的話 大家都會算嘛 就是 你就把你帶進去 就是A加B 這樣子 但是用這套語言呢 可能就沒有那麼 很影響你出來 這樣子 對 那一樣就是 這套語言就是 它很 怎麼講 它很規則啦 就是你只要按照它的步驟 你去找到Delta 你然後滿足這真是 然後有這個 你這題的作案 對 那所以 我就跟剛剛一樣呢 我們就真的去 先去觀察這個會 這個會有什麼訊息 來夠 從這邊 來去用 然後再來滿足它 對 那所以我們就 一樣 我會的英文是不多 所以我就 都寫一樣 可以選 這樣子 OK 那所以就 觀察這個 OK 這件事情 A X加B 減掉 剩一個函數值 就可以加B OK 那 我希望大家 我希望大家小朋友走 可是這個太醜了 所以我 做一些深刻法 這樣 好 所以就是 AX加B 所以A-B 這樣 那B跟B可以消掉 就是A A OK 那都有A 就可以提出來嘛 對不對 那小心 提的時候呢 要記得加一個 絕對幾 因為這邊有可能是 你如果是負一的話呢 然後提負一的話 那絕對幾出來應該是要一個 正的數碼 所以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要記得加B 就是絕對幾張 對 OK 好 那所以 跟剛剛一樣啊 這個 就那個啊 這東西就是 你看我們寫的話 這個東西就會小怪A-B A-B A-B 對不對 跟剛剛一樣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 就可以 就可以寫了 這樣 所以寫到這邊的話 我們就先等一下 給它睡著 對不對 OK 懶落 然後 存在一個Delta 然後 Wid 呢 我選一個框框 要死的 然後 such that 這裡剪寫 是的 such that if x呢 -1 嗯 然後 小過Delta 我們呢 那我們會有呢 這個 A-A-B 會等於這個東西 S-E 那一樣 這個東西呢 會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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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 小過 A 乘上Delta OK 那我們的SOP呢 就有啦 所以這裡的話就是 我希望它小 A-F-SOP 這我希望 那所以這裡就除下去 所以Delta呢 就是 A分之 A-F-SOP OK 那所以這邊呢 就會等到 A 乘上 A分之 F-SOP 那所以這個就會消掉 就這樣做 那就有了 A-F-SOP